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又是吟Sir 時間 這段時間我都比較少出片 希望大家可以理解 但今晚有一段網上的消息 我都覺得應該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喜歡相機朋友的話 這段消息是一段很重要的消息 這段消息是關於 Nikon相機 Nikon相機在去年年底出了一部Z6和Z7 正式進入了全片幅無反相機的年代 接下來大家都會猜測 Nikon 性能比較高的無反相機 是否只有全片幅 何時會出了APS-C 這個話題也講了一段時間 為甚麼呢 這是相當重要的 因為Nikon的單反相機有全片幅和APS-C 確實是APS-C也有很大的捧場客 假如Nikon的無反相機 只做全片幅 意味著APS-C的範疇 仍然會保持單反相機 但如果一旦加入APS-C的無反相機 代表它全面將會投入無反相機的市場 即是說 Nikon的數碼單反的話 應該是淡出的 為甚麼這樣說 因為起碼全片幅無反相機 全片幅這方面是專業用家 或者是認真一點的攝影師 他們需要畫質高一點的一班用家 假如你用APS-C的話 可能是一班覺得APS-C都足夠他們用的一班攝影外號者 當然當中包括一些比較認真的攝影師 例如D500也有很多認真的攝影師去用 但始終是一些初階的數碼單反 例如它的三系、五系 都是很多入門級的用家使用 但一旦Nikon決定在無反相機裏 都做了APS-C的話 它就有可能出一些 入門級價錢比較相宜的APS-C的無反相機 意味著Nikon就會全力做這個市場 即是說它在無反的戰線 不單是一三全片幅 今天在一個日本設計網站 出了幾個圖片 現在大家圖看到這個 這個圖 當然我先確認一下 原先這個消息是來自Nikon Roma 它引述了一個日本網站的消息 當然我直接跳去看日本網站 日本網站說 這是一個設計網站 它透露了Nikon相機在2018年7月13日 已經申請了一部相機專利設計的樣子 現在大家在圖看到這個樣子 這部很明顯是Z的相機 為什麼呢 大家可以看到它是Z1的孔 而且這邊的設計 其實跟Z1-7是完全相同的 即是說這裡有一個功能鍵 FN1 FN2 雖然現在沒有印出來 但我估計它跟Z1-6、Z1-7的FN1和FN2是相同的 這裡這個牌的話 也寫著Z1-6、Z1-7 在全片幅那兩部相機 這個換鏡頭按鍵 這就是很大的Z1-7 連四口螺絲位都相同 很明顯是頂上沒有突出類似零鏡的東西 當然它沒有零鏡 它是模仿單反的零鏡的頂 當然在那裡買了EVF 即是說這部機是沒有了EVF 頂上仍然保留了一個閃光燈的HOT SU 這裡有一個肯定是LCD屏 這個是控制盤 控制轉盤 前面有一個控制指令轉盤 開關鍵和快門鍵 接著頂上有三個鍵 看到這部相機是沒有了EVF 的一部Nikon的模仿相機 看看它的機背設計 機背設計 更加清楚 有一個閃燈的HOT SU 機背這些控制 很典型的數碼相機的設計 我看到它是LCD屏 都是可以反的 在這個位置都可以拆出來 一部比較簡約的模仿相機 但是問題是為什麼會說它是APS-C 我們看看這部相機的設計 就會清楚 為什麼我會說它是一部APS-C 看到這個很明顯是一個Z的孔 一個比較大的攝環 一個鏡頭攝環 裡面原先這個外框 應該是135F的CMOS外框 這個外框 裡面的細框 剛剛看過尺寸 就剛剛是APS-C的尺寸 即是說這部相機 很明顯是一部APS-C的模仿相機 這個Mark 仍然用2ZMark 從這張圖 就透過視出一件事 Nikon將會推出的APS-C的模仿相機 會採用相同的2ZMark 我不肯定Nikon會不會像Sony 養出兩個系列的鏡頭 相同一個孔的兩個系列鏡頭 這個可能性都很大 因為無謂浪費 但是很肯定的話 即是說Full Frame 2Z鏡頭 即是它說的S鏡頭 就一樣可以用在這部APS-C相機裡面 即是它走的路線 即是走的一個策略 即是Sony 現在的A7、A9 和A6400、A6500 是一樣的 在一個箱和一個孔底下 走兩個系統 這個是機背的正面設計 可以看到 這裡是一個反屏幕 很肯定屏幕可以在後面反出來 即是位置側面 這個就是機頂的設計 我們可以在這裡看得到 它應該是一部比較簡約的相機 左邊這裡跟Z6和Z7一樣 是有一個轉盤 我相信它的功能 就會在LCD那裡 可以在這裡調校 它在這邊沒有了 Z6、Z7的PSAM U1、U3就沒有了 但是這裡有一個收音咪的符號 即是內置咪在這個位置 這樣跟Z6都差不多 這裡 機底就是這樣的設計 我看到它的電池箱 跟Z6、Z7比較 是比較小了一點 我相信它用的電池應該是不同的 另外比較奇怪的是 根據這個圖 它竟然是沒有了三腳架的洞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個 初步設計是沒有做出來 如果沒有了這個 是很嚴重的 這裡是沒有的 不知道它只是在繪圖上 設計漏了 真的沒有三腳架的洞 沒有就很嚴重 希望它不會做漏 就是這件事 看看它機身旁邊的設計 旁邊的設計 很明顯 它現在沒有了EVF頂 的話 整個機頂近乎平 很奇怪 這裡 這個位置 應該是一個 可以開門的 擺卡的卡槽 現在它設計 看不到它 除非它整個可以打開 因為這裡 看不到它門的位置 但是它沒有來畫漏了 我真的不肯定會 整個旁邊打開 那麼奇怪 我看看另一邊的設計 另一邊的設計 跟Z6和Z7的設計相當不同 你看到這裡是一個扣位 打開下面 當然這部分仍然可以改 現在這些只是初步設計 我相信都可以改 應該是 最後有兩個圖 有兩個圖 頂上加了一些 它們叫薄墨水 就是灰色的位置 這樣看圖 不知道它為何要這樣設計 文字說明了 這裡是一個 它說了 部分是要登記為部分設計的部分 我不知道是否日後還會改 這兩部分 聖母以待 即是現在這部機身初步出來了 如果在去年7月入止設計 到現在剛好一年多一點 即是說這部相機真的 是時候推出的了 我有理由相信 Nikon將會在短期之內 會宣佈推出這部相機 所以現在這圖都可以流出來 所以這部相機 確實 早前都會傳過Nikon 即是Z6、Z7之後 會出Z8全片幅 Z9可能是一部更專業的相機 但它樓下的Z1、Z2、Z3、Z5 可能就是這些 APS-C的無反相機 都真的不知道 怎樣出招 其實數字的東西 就任它們改 Anyway 看完這個報道 我有理由相信 這部Nikon的Z1APS-C 的無反相機 相信會在短期之內 會推出 我猜大概在一兩個月之間 應該會面世 同時的話 我相信也會有 更加高階的 傳片幅的Z 即是Z8或者Z9 真是沒人知道 總之傳得很盛 早一陣子就會傳Z9 一部專業級的 後來稍微近期的話 傳它會有部Z8 六千萬像素 但無論怎樣也好 即是Z6、Z17以外 更高階的相機 接下來 另外Z6、Z17以外的 APS-C的無反相機 都將會來的 很短期 因為看到圖都出來了 OK 分享到此為止 各位朋友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你可以Like Share給你喜歡視頻的朋友 另外更加重要的是 假如你還未訂閱我的頻道 希望你可以 今天就可以訂閱 另外按下 鍵仔符號 為什麼呢 因為當你按鍵仔符號 我每次出新片的話 你就會很快收到通知 就不會錯過我的影片 當然更加重要的是 你可以Follow我 即是樓上的Facebook Fan Page 我也會偶爾在那裡 跟大家分享一些視頻的話題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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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到此為止 拜拜 拜拜 他致用I 自己的屬性 又來做 H џ